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点06分 收看九三要赚钱 未来事件部 我是晶晶 我们看今天台股在尾盘的时候 奇怪了 怎么会翻黑了 这个没有继续往上涨 变成下坠了几跌这样的情况呢 因为今天主力心太多 不过今天这个主力心太多的情况 为什么尾盘这样杀 然后今天这个盘中的这个 我盘中的翻是真还是假 这个状况很多人想问 然后还有个股的部分 今天的电力又拉台了 那老师之前有跟大家讲到说 如果你真的要躺 要躺 就躺在电力族群里面 为什么这样说呢 好 接下来操盘要注意是什么 电力的部分还可以再加码吗 赶快欢迎到我们的华信证据 头顾总经理谢文恩分析师欢迎您 好的 那么刚刚晶晶问题问得很好 我还是老话一句 谁跟你讲主力心太多 他就一定会收在最高高低 没这么厉害的 没这么恐怖 为什么尾巴是这样子 对 好 那么我们又再一次回到原点了 一个礼拜过得很快 然后首先呢 先感谢全天下的母亲 你们真的超级辛苦 超级无敌的伟大 没有你们就没有这群 我们这群不孝子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像也不太好 超烦闹烦烈 是的 是不是没有啦 因为我是觉得人生的定位在于哪里 如果说呢你操作不好 然后在市场赔钱的话 你就觉得心很烦 你连母亲节都不想过 那我再跟大家举个例子 就像呢像我有些同学啦 他们退休了 那我一个同学他今天才赖我说呢 他今天呢在日本又收了32万的房租 不是30万台币 32万日币 那我这样算一算的话 如果说成0.23的话 大概是7万多块的台币嘛 因为他等于说他退休之后 他是一个学校的老师 然后退休之后的话呢 他就到日本去买房子 那你也知道日本的房子 我说真的很便宜 他买在京都那边的话 我记得那时候他好像才买100多万 100多万的京都 几年前啊 应该一段时间了 然后呢而且他那个到 他那个好像是六七十年 因为日本好像都是六七十年的老房子 然后就跟电影看的完全一模 都是木制的 然后进来的时候有个移植 很有历史风味 对很有历史的风味 那只是进去那房子我觉得 哇超级无敌香的 为什么全都榻榻米 那么榻榻米真的很香 台湾榻米没办法这么香 他们日本榻榻米很香 不一样不一样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讲到什么你知道吗 没有啦楼梯很陡 然后二楼没厕所 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 我是住二楼嘛 然后他没有厕所 然后更好笑的是 我觉得日本真的很急车 你知道吗 他等于说你在马路上 你可以推行你都没问题 可是只要进入湿道 所谓的湿道就是两边都有房子 然后小巷子 他叫我行李用班的 他说不能推 你不要去吵到其他人 哦因为他们很在意这个 对 不能引起别人的困扰 对 然后我就跟他吃饭 因为日本的餐厅都小小间的 结果呢 我跟他吃饭的时候 哎我们都讲得很开心 很愉快 结果一有客人来 老板老板还会 嘘 哈哈哈哈 就是要精声细语 嗯 我是觉得 我喜欢日本地方在哪里 你知道吗 他们的空气 我讲讲摆了 京都的空气 应该是跟梨山的空气差不多 很舒服这样 对对 真的是 那台湾没办法 台湾太多工业 台湾太多工业 那我请问各位 你看到我朋友的历史 你可能很羡慕嘛 因为他包租婆 他一个月 可以领七万多块台币的利息 你也想做这样子啊 那问题呢 先进的条件 你要先有钱 那你要有钱的 因为所以过程当中 我还是给大家建议 你要想尽办法 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第一时间拥有主义信号 来我举个例子 很多人呢 就像今天呢 我觉得说你们都犯同样错误 因为今天我有很多 新刚交的会员 就说下小时啊 那今天这个主义信号多 是代表这行情要再喷回去 你们为什么老是 都办一些很奇怪的错误呢 我请问各位啊 礼拜一的时候 我谢文恩有跟你讲 礼拜一会崩盘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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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还没崩盘 礼拜一崩盘 礼拜一我有跟你讲说 这行情会崩盘 没有嘛 没有嘛 你等于说你每天都还是要摸着石头去过河 那什么叫摸着过来快速举例哦 等于说呢 我们前两个礼拜 我们的绩效超级无敌好了 每个礼拜我们只好七百点 因为我说我请向做多嘛 我请向做多嘛 所以说七百七百七百 好七百七百 好来来 结果来到这个礼拜一哦 这礼拜一来就没问题 主力信号还是多 而且连续六天都是个标标很多 甚至于PM盘的部分 我们还一口气赚了将近有120几点 好来 可是来礼拜二哦 礼拜二的时候 我讲坦白的 你等到判掉了 你主力现在判掉了 可是问题很奇怪 他从礼拜一的PM盘 是礼拜二的一开盘的时候 主力现在这么大只 他是绿色 代表主力他在放空 就放空的过程当中 礼拜二台北股市收在最高高点 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相信 连斯汗金晶也不相信 金晶不相信你不要意外 我不会怪你了 连斯汗也不相信 他们财经组合 怎么可能啊 下午市主力现在坏掉 收在最高高点 结果呢 礼拜三我们大跳水 有 那礼拜三为什么开机走低 因为很简单 礼拜一的PM盘 礼拜二的早上 礼拜二的PM盘 看到没礼拜的PM盘 这礼拜的PM盘 礼拜的PM盘 全部摊码的在放空 所以说礼拜三 有没有一口气 重挫将近有100多点 那我们这便宜一点 我跟你讲 那结果呢 结果呢 我是很清楚跟大家报告 在礼拜三那一天 五月十号那一天 我说啊 我说即使收盘收到 大概五九四 你要把它学起来 我自认为啦 我的节目 真是超级无敌 有水准的 好 我再举例 再举例 我再举例的股票 不管包括1504的东源 153中心店 今天涨上来 干你屁事啊 没有再一遍咯 再一遍咯 没有我这条件 我礼拜的大盘主力心态空 这条件事 为什么你要去下载 我们软体第一时间 拥有主力心态 我有很多的夜水的会员 他们真的没有在做期货 可是他所需要知道主力心态 就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 如果大盘主力心态空 去洗澡 真的去洗澡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那今天大盘主力心态 我直接讲答案啦 反正我这个人 他妈没在盖牌的啦 我去买6589台康生 我赚了两块半 盘中最高赚两块 两块半到三块 没有大盘主力心态空 你就不要买股票 那我请问各位 礼拜二的那天 是花最美的时候 不管包括1519的华城 1504的中心店 6806身为能 全部创新高 去买啊 结果今天大涨干你屁事 所以你买飞鸿嘛 飞鸿不一样啦 飞鸿不一样啦 那你买中心店啦 华城啦 1504东元 干你屁事 一点秒用都没有 你还套在里面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一直在告诉我强调 你要下载我们软体 永久主力心态最久的原因 等于说礼拜主力心态空 礼拜三主力心态 还是个飙飙准空 昨天我们跟你预告 主力心态转为 诶 金金看清楚哦 是小空哦 小空哦 可是昨天收盘 跌破多方防守价 所以说我斩丁 今天跟你预告 今天不好 就今天台北股市 就是有没有跳水 真的 准巴 走啊 又要走 啊啊啊啊 弟弟攀水 一开始大家觉得跳水 然后觉得好像 不用理他了嘛 结果没想到舞盘翻红 就又有人开始觉得 好像热起来了 那你要探讨为什么翻红 对为什么翻红 因为 怎么看啊 主力现在都 啊 主力现在都 变红通通的了 对对对 昨天是绿油油 今天马上变成 一个红通通 嗯 所以说哦 你要先避开 没有吧 每一个人哦 我讲坦白的 我们是人 我们不是神 所谓的神呢 就是每天骗你说 他买最低 他卖最高 那我讲坦白 那个叫做白痴的神 如果每天可以买最低 卖最高 再当投货老师哦 金金你会觉得很好笑 很浪费 那简直白痴嘛 白痴的神 老师你卖神白痴 我是说 那一个投货老师 是白痴的神 我今天我讲坦白的啦 我是来做身体健康的啦 看一个月 你七万多块钱的 房租卡跟我炫耀 我光房租 我一个月 你要透露咯 算了 是你们十年的薪水啦 我是做公益 做身体健康的啦 不然我穿成这样干嘛 我穿得跟刘浪漢一模一样 有钱人就是这样子好不好 今天有看到外面嘛 每次来的时候听到 骂骂骂骂骂骂骂 但谁在开蓝宝间你啦 我开蓝宝间你啦 就这么简单嘛 就这么简单 我是做公益 做身体健康的啦 好那现在方向多 就多多嘛 方向多就做多嘛 好听清楚哦 听清楚哦 开始慢慢解咯 很多小时 可是呢 我没有办法下载你的电脑版 我还是老话一句哦 主力心态哦 它跟鬼一模一样 它会无时无刻 黏在你的身边 你可以下载 我们手机版的 一个所谓版本 只是手机版 它有一个凯提语啊 我先跟你报告一下 什么叫凯提语 我会搞不清楚 标准啊 也不是标准啊 太久没有讲英文 给Rusty了 现在只会讲 那个等于说呢 我们的手机版 因为容量比较小 你不可能看得到PM盘 如果看得到PM盘 那代表手机坏掉 不然就下载 你下载到别的老师了 手机版没有PM盘哦 手机版没有PM盘哦 所以说主力心态 它是一个从绿色变红色 从绿色变红色 从绿色变红色 一跳水主力心态 跳水没看到跳水 跳水嘛跳水 从绿色变红色 就是为什么它往上拉 最主要原因 还没解完 好来哦 所以说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 还有四百多万的 YouTube广告费用 如何下载我们的软体 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 我还是老坏一句 金金啊 有没有老王在卖瓜 说他的瓜 他妈的很难吃啊 没有耶 对啊没有啊 好啊对啊 这还卖得掉吗 我还是强烈的一件事验证嘛 礼拜二 礼拜三 礼拜四 每天跟你预告主力心态空 跟你预告农谷 今天来个大跳水 今天来个大跳水 今天来跳跳水 没有你今天的瓜 要先让人家吃 才知道说 哎他到底 哎吃的未必是真的 就好像现在在炒那个名牌包嘛 啊憲哥不是讲说 你到那个专柜去买 还送你一瓶矿水 所以说到憲哥 说到专柜去买了 不好意思 这有东西我不知道 因为包对我来说 我宁愿哪来改称啊 男女各有所好 我们宁愿哪来投资 对对 女人是投资 因为你没钱 我宁愿哪来投资 你们没钱 没有没有 我还老话一句 你们没钱 所有人都一模一样 那是因为你们是赌输的啦 那礼拜二妈的 看到华城150是东元掌金 谁不想买啊 结果呢 礼拜三送你主意健康 礼拜四送你主意健康 礼拜四送你主意健康 每天啵啵啵三个 讲完了 所以说去下载我们软体 真的一天只花你一个鸡腿便当 还没完哦 好我先讲 其实我是建议大家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比较短 你要把所有节目 全部link在一起 我觉得非凡心态 连线的时候 我说主意健康多 很 nice 什么事很 nice 你不要跳水 你不要跳水 不要跳水 是 但他尾巴几点 尾巴几点 尾巴几点OK OK的 因为主意心态 他是个尾巴几点 所以不用担心尾巴几点 来来来 是要看这个 是要看这个 担心了一下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不要破 明天早上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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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破 又跳水 一跳水就很麻烦 正常而言 跳水 没有我讲慢一点 反正我礼拜六 因为今天来不及前 跳水之后 他不会马上跌 他会担担 他会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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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啊 老师啊 你为什么跟我讲说 跳水之后还是会担 先写一下结论 所以说他会担 这才是你要的 所以老师 我在想一件事情 你先做任何事情 就像今天台北股市 一跳水的时候 你知道有多少投资朋友 想要停水 对 你想要停水吧 可是你要卖的时候 你是在礼拜二的时候 我跟你预告主力心态空 礼拜一的时候 我跟你预告中心店 甚至包括25级的飞虹 至少我们把这样 把他全部干掉当肥料 好 来 剩下三分钟时间 因为我这个人 也不用去跟你分析什么产业 那时候没专业 才分析产业 就像好来来来 你看嘛 主力心态空 你买什么股票全死 那我的做法其实很简单 产业东西 我都不会花很复杂的东西 就像我举例好了 我们刚才分析1513中心店的时候 我说他是强热店 如果你是贝特的时候 我跟大家预告 我说他是杰仁马达 杰仁马达又在游戏上面 而且现在的话 电价上 你要活在你的生活日常当中 所以说我买1504的东元 所以不管包括中间店 不管包括东元 我们都赚了1.5倍 然后去买2457的飞鸿 飞鸿的话 我跟大家预告 你这样得到share的认证的话 代表你也可以得到其他油气工厂 包括Mobo A3Mobo的认证 好 没问题 所以说呢 然后老师 啊怎么赚很多倍 不好意思啦 麻烦你们掉下前面重购带 因为我是连续性加码 对 你逮到了一个 对 对 对了 对对了 就要像你看吧 2557飞鸿 48.25 8.8 461.4 59.6 61.7 66.5 可以慢一点 没关系我们还有时间 我要 不是啦 没有没有 我很诚实跟大家报告 我他妈的 我不是 我不是动物园里面的猴子 我是要花时间照顾我的会员 我该讲的 我就跟你讲 我就跟你讲 我的做法 只是那时候我跟你讲的时候 你们不相信 嗯哼 我再强调那件事情 我不是动物园里面的猴子 我没有这个责任跟义务 我去表演30分钟给你看 嗯 我说过了 我还强调 我收的房租 你们可能 我一个月收的房租 你们可能一年薪水都没那么多 不好意思 这是人生 我一个月 你们要做一年 那我一年的话 你们要做12年 sorry 这是人生 每一个人的选择 所以说我是来做身体健康的 好来继续哦 然后呢 这是飞宏嘛 然后再到680又升万人 12年我买最少 我只总买了两次 我都不会跟你唬烂 买几次又买几次 嗯 飞宏我买蛮多的 然后当时呢 1513中间我买十几次 好来挑快点 然后这些包括什么 33创意嘛 创意空单回补 空单 感觉我创意都不跌了 你看 七老师多会挑股票了 真的是有个会挑股票的 你做多的话就是不跌了 我跟你讲 我的会员说我在搞那些 说我是主力 随便啦随便 有赚钱就好了 随便啦随便啦随便啦随便 然后1180也跟你们讲嘛 所以说创意我们赚了323块钱 这还蛮嗨的还蛮高兴的 好那继续哦 然后呢 该卖的时候 20分哦 该卖的时候也跟大家报告 然后你看哦 安吉卖多漂亮 安吉卖多漂亮 卖完之后一路爆杀 安吉卖完之后爆杀 那爆杀的时候 买华星科买中芯店 都还记得哦 可是买完之后 礼拜一 我又把它干掉 为什么 好来 来来没有没有 该慢的时候我就会慢 就像刚刚晶晶啦 我刚跟你解盘的时候 我就慢慢解啊 嗯 那该 该快的时候 该歌功颂德的时候 你就看其他头骨老师嘛 是 反正猴子呢 你把他关在个小笼子里 他会不断的转圈圈嘛 他们只是猴子 猴家班的人 猴家班的 啊老师也把猴友也靠腰了 我管骂谁啊 我对任何政党 我根本没有任何的感觉 谁当都一样的 好 好 好 不能讲烂 要讲谁当都一样好 谁当都一样 不会有任何的现状改变 永远就是 好在这边 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不可能 你们想太多了 想太多了 蓝跟绿谁当都 我出来当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好 我跟你保证 好 那这一遍咯 来我们直接跳今天是好的 因为 因为 来看清楚 这是我们 现在非凡 给我的功课真多 真的是有够多的 是怎样干脆 我来跟斯坦开玩笑 我说你看 你敢不敢跟上面报告 干脆从10点钟开始 全部我来包 我包 你们要收视率 我全部给你们收视率 你们想想看 你们要什么样的节目 来看清楚 我直接跟你预告 市电 南电 非红 它的空方防守价 那据我了解 这两支我没看 这两支我没看 因为我没有 我没看 只有这支收上 所以说 如果我举例 如果说礼拜一 这三单股票同步押回 你就只能买257非红 我讲的很慢 是 我讲很慢 好 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因为我们刚刚跟大家报告 来看清楚 今天心态小多 短线有止跌的讯号 所以找低位接的 那257的非红 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把加码单我们卖 那卖完之后 我把它买回来 还没完 还没完 来就给大家看一张新股票 我刚刚一开始有讲的嘛 6589台康生 112 买益 好 那这样股票 讲坦白的 老师你真的很屌欸 看你没在盖牌的 没有没有 来来来 非红它是确 那你知道台康生 它的题材是什么 你知道现在 我不要提到台康生了 来 在乳癌相似药的部分的话 其实它市场很大 光台湾一年就花10亿 在乳癌上面 所以说各位兄弟姐妹们 要保重 油炸的少吃 那为什么乳癌的盛行率 在全世界会这么样高 因为最主要原因 没有在动 乳癌就好像是 我们另外一个组织 男生有乳 男生也会 男生肌力很少 男生有需要凸一块吗 没有 对 就是因为凸这一块 它不是身体 非常重要的器官 所以说它血液 没有大量经过 所以说会得乳癌 那基本上的话呢 讲这干嘛 健康教室 没有没有 少吃油炸的 不要吃 很像到时候泡沫红糖 那些群排找我算账 少喝甜的 再举例 很多人说小师 我到7000去买无糖的 我替你在放屁 无糖只是糖多跟糖少 要不然来感谢一下 来打赌一下 你不要跟我讲无糖的东西 无糖你把它翻过来 后面还是有糖 少吃糖 然后多运动 多运动 真的多运动 老师啊可是我太胖了 就好像我跟你们这边主管很熟 也很胖嘛 他说我不可以用跑步的 我说那没关系 一万步对你来说太少了 没有没有 你胖了你不要跑步哦 你要像谢老师身材 你膝盖会受伤 对你要像谢老师身材 这么样的好 你可以一天走六万步 对 你就走回家好了 走回家又不会怎么样 你就要用代偿的 一个所谓方式嘛 因为像瘦的瘦的 我们快走一个一万步 那是OK的 可是问题说胖的 你走一万步 那是没有用的啦 不要啦 六万步太夸张了啦 一公里的 大概六公里 六公里 一万步是六公里 那如果说 我们用小跑步的话 我一公里的话 大概十分钟 十分钟左右 所以说我要一个小时 我才会达到 六公里的效果 那你稍微胖一点的话 你要走十二公里 所以说你可能要花 两三个小时 那老师叫我退休 对 退休就对 退休跟我操作就对 退休跟我操作就对了 好好好 老师哏在最后面 没有没有 对对哏在最后面 乳癌相似药 乳癌相似药 不管不管 基本面你不懂 也无所谓 那我请问各位 之前的台康生 他从一百一十几块钱 涨到一百三十几 因为是乳癌相似药的题材 那现在跌下来了 他跌下来了 跌下来不敢买 我就买给你看 我就买给你看 我是利用其差买进的 台康生跌几天 所以说 晶晶你不要爱上我了 这种钟老师你找不到 看这有够屌的 所以说我这不太敢 有钦佩就好 没有啦 你说台康生 你自己看他几点钟拉起来 如果晶晶有 人家看姜默克看一下 又有抱你台康生 为什么看到晶晶的刘昌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台康生在十二点 快一点的时候 那是谁来连线啊 没有没有没有 抓到 错 我没这么厉害 我只是改办 没有没有 我们今天 今天连线的时候 讲这张为主 这张CG为主 因为大家是care 是说市电啊南电啊 像南电 南电捐质比高达46%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情 那只是说呢 我就想说 不是我举个例子 你昨天一买8038长元科 我很爽 昨天长元科是全台湾 唯一上涨股票 我也沒辦法 你抬抗生日買在130塊 你怎麼回事啊 對啊 你怎麼回事啊 我也沒幫你救了 我也沒辦法救了 你說老師你買12哪邊要出 我怎麼可能跟你講 你想要知道 沒有沒有 我還是老外計 看軟體軟體的右半邊 都會有一個非常明確 而且非常完整的答案 所以說自由配1加2的方案 升級放大版 還是再慢慢講一遍 先看得懂大盤 看不懂大盤 去看大便 看不懂大盤 你的人生是一點意義都沒有 講一大堆bullshit的基本面 有屁用 飛鴻不是跟你講說 不是說他的一個 所謂充電裝的技術 被竊走 跟台達電同時被竊走 干我屁事 先看得懂大盤 因為大盤主力星太空 飛鴻啊 中芯電啊 6589台陽升 唯一的方向就是殺 殺 殺 殺到大盤主力心態 由空轉多 那當大盤主力心態 再由多轉空 那我就趕快賣掉 那只是賺多 或是賺少的一個所謂因子 所以說大盤擺中間 個股擺房間 更重要直接把我們的 線上課程給帶回去 學習如何計算這些觀念 你講 我超時勒 我覺得講太久 我要趕快買門票 去動物園看猴子 沒有啦 找一個屌一點的老師 不然你看我節目就好 你更不用參加任何頭顧 參加任何頭顧 那是浪費你的生命 浪費你的人生 我們電話號碼 02這樣好像講到我自己 可是我又不是頭顧老師 我是屌哥 屌哥嘛 人家說叫小鶴 我沒那麼屌啦 反正我只跟你講說 所有東西 其實你就從非凡新聞台 盤中連線得到完整驗證 我們電話號碼 02-2392-3988 一天只花你一個雞腿便當 趕快來電 好 下禮拜一下午的兩點鐘 也請您持續鎖定 酒下亂閒 未來事件部 再會囉 拜拜 請你